第三十回 必知礼 终不然我饶了他性命 又捉他徒弟拿我不成 这都是我魂家 有什么书信 到他那国里走了风训 等我去问他一问 那怪斗起凶性要杀公主 却说那公主不知 梳妆方帝 一步前来 只见那怪 入目传媒 咬牙切齿 那公主还陪笑脸迎道 郎君 有何事这等烦恼 那怪多了一声骂道 你这狗心贱妇 全没人伦 我当初带你到此 更无半点说话 你穿得紧戴得金 缺少东西我去寻 此时受用 每日情深 你怎么只想你父母 更无一点夫复心 那公主文说 吓得跪倒在地 郎君啊 你怎么今日 说起这分离的话 哼 不知是我分离 是你分离的 我把那唐僧拿来 算计要他受用 你怎么不先告过我就放了他 原来 原来是你暗地里修了书信 叫他替你传记 不然 怎么这两个和尚又来打上我们 叫还你回去 这不是你干的事 郎君 你插怪我了 我何尝有甚输去 你还降嘴呢 先拿住一个对头在此 却不是证件 是谁 是唐僧第二个徒弟 下和尚 原来人到了死处 谁肯认死 只得与他放赖 公主道 郎君 且息怒 我和你去问他一声 果然有书 就打死了我也甘心 假如无书 却不枉杀了奴奴也 那怪文言 不容分说 抡开一只薄气大小的蓝电手 抓住那金枝玉叶的发万根 把公主揪上前 坐在地下 指着钢刀 却来审 杀僧 多了一声 杀僧 你两个 这敢善打上我门来 可是这女子 有书 到他那国 国王叫你们来的 杀僧 已捆在那里 见妖精 凶恶之甚 把公主 灌倒在地 持刀要杀 他心中暗想 分明是他有输去 救了我师父 此时莫大之恩 我若一口说出 他就把公主杀了 此却不是恩将仇报 巴巴巴巴 想老杀 跟我师父一场 也没寸功报效 今日以此背负 就将此性命与师父报了恩吧 最特道 那妖怪 不要无理 他有什么书呢 你这等网他 要害他性命 我们来此 问你叫公主有个缘故 只因你把我师父捉在洞中 我师父曾看见公主的模样动静 急着宝像国捣唤官文 那皇帝将公主画影图形 前后访问 一将公主的形影 问我师父沿途可真看见 我师父虽将公主说起 他顾知是他儿女 赐了我等玉酒 叫我们来哪里 要他公主还宫 此情事实 何尝有什么书信 你要杀 就杀了我老杀 不可枉材平人 大亏天理 那妖 见杀生说的雄壮 所以丢了刀 双手抱起公主 哎呀 是我一时粗鲁 多有冲撞 莫怪莫怪 所以与他挽了青丝 扶上宝劲 软款温柔 一言悦色 搓哄着他进去了 又请上座陪礼 那公主是妇人家水性 见她错镜 所以回心转意 郎君啊 你若念夫妇的恩爱 可把那杀生的绳子略放松些儿 老妖闻言 急命小的们把杀生解了绳子锁在那里 杀生见姐夫锁住 立起来心中安息 嘿 古人云与人方便 自己方便 我若不方便了她 她怎肯叫把我松放松放啊 那老妖又叫安排酒席 与公主陪礼押精 吃酒到半憨 老妖呼着又换了一件鲜明的衣服 取了一口宝刀配在腰里 转过手摸着公主道 混家 你且在家吃酒 看着两个孩儿 不要放了沙盒上 趁那唐僧在那国里 我也赶早去认认亲爷 公主道 你认慎亲 认你父王啊 我是他驸马 他是我丈人 怎么不去认认 你去不得 怎么去不得 我父王 不是马征立战的江山 他本是祖宗遗留的社稷 自幼儿是太子登基 城门也不曾远出 没有见你这等凶悍 你这嘴脸相貌 生得丑陋 若见了他 恐怕吓了他 反而不美 却不如不去认得还好 哦 既如此说 我变个俊的儿去变吧 公主道 你试变来我看看 好怪物 他在那酒席间摇身一变 就变作一个俊俏之人 真个生的 形容典雅 体断争容 言语多观样 形藏正妙龄 才如子见诚诗意 貌似攀安至果清 头上戴一顶雀尾观 乌云脸浮 身上穿一件玉罗者 广袖飘影 足下乌靴花者 腰间鸾带光明 风神珍视齐男子 耸贺轩昂 美俊英 公主见了十分欢喜 那要笑道 嘿嘿 温家 可是变得好吗 变得好 变得好 你这一进朝啊 我父王 嗜亲不灭 一定捉文武多观 留你饮宴 躺赤酒中间 谦谦仔细 万万个小心 却莫要献出圆嘴脸来 露出马脚 走了风讯 就不斯文了 啊 不肖吩咐 自有道理 你看他 纵云头 早到了宝像国 暗落云光 行至朝门之外 对阁门大使道 三驸马特来见驾 其为转奏转奏 那黄门奏事官 来自白玉街前奏道 万岁 有三驸马来见驾 现在朝门外 听宣 那国王 正与唐僧续话 呼听得三驸马 便问多官道 寡人 只有两个驸马 怎么又有个三驸马 多官道 三驸马 必定是妖怪来了 国王召 可好宣他进来 那长老心惊道 陛下 妖精啊 不惊者不灵 他能知过去未来 他能腾云驾雾 宣他也进来 不宣他也进来 倒不如宣他进来 还省些口面 国王准奏 叫宣 把怪宣至金街 他一般的 也舞蹈山呼的行礼 多官见他 生得俊丽 也不敢认他是妖精 他都是些肉眼凡胎 却当做好人 那国王 见他耸鹤昂霄 以为济世之良动 便问他 驾马 你家在哪里居住 是何方人士 几时得我公主配合 怎么今日才来认亲呢 那老妖叩头道 主公 臣 是城东 碗子山 拨月庄人家 你那山 离此处多远 不远 只有三百里 三百里路 我公主 如何到的那里 与你匹配 那妖精 巧语 花言 虚情 假意的 大道 主公啊 微臣 自幼儿 好袭 公马 踩猎为生 那十三年前 带领 家童 数十 放鹰 竹犬 忽见一只 斑斓猛虎 身驮着一个女子 往山坡下走 是微臣 兜弓一剑 射到猛虎 将女子戴上本庄 把温水温汤 惯醒 救了她性命 因问她是哪里人家 她更不曾提公主二字 早说是万岁的三公主 怎敢欺心 擅自配合 当得 祭上金殿 大小讨一个官职容身 只因 她说是 民家之女 才被微臣留在庄所 女貌郎才 两乡情愿 故配合至此多年 当时配合之后 欲将那虎宰了 邀请朱青 却是公主娘娘 叫且莫杀 其不杀之故 有几句言辞 道德顺好 说道 脱天脱地成夫妇 无梅无正配婚姻 前世赤城 曾祭族 今将老虎做梅人 陈因此言 故将虎 捡了锁子 饶了她性命 那虎带着剑桑 跑提前尾而去 不知她 得了性命 在那山中 修了这几年 练起成精 专一迷人害人 陈文德 西年也有几次取经的 都说是大唐来的唐僧 想是这虎 害了唐僧 得了她文瘾 变作那取经的模样 今在朝中 哄骗主公 主公啊 那秀墩上坐的 正是那十三年前 托公主的猛虎 不是真正取经之人 你看那水性的君王 鱼迷肉眼 杜石妖精 转把他一片虚词 当了真实 贤驸马 你怎的认得 这和尚是驮公主的老虎啊 主公啊 臣在山中 吃的是老虎 穿的也是老虎 与他同眠同喜 怎么不认得 那你既认得 可叫他献出本相来看 好 借半盏净水 臣就叫他献了本相 国王命官取水 地狱赴马 那怪接水在手 纵起身来 走上前 使个黑眼定身法 灭了咒语 将一口水 往唐僧喷去 叫声变 那长老的真身 引在殿上 真个变作一只 斑然模糊 此时 君臣头面观看 那只虎生得 白鹅圆头 花身遍目 四肢体挺直蒸笼 二十爪 勾弯锋利 巨牙包口 尖耳连眉 猙獰 撞落大猫形 猛烈雄如黄毒样 刚须直直 插银条 刺舌心心 喷恶气 果然是致猛斑然 阵阵微风 吹宝殿 国王一剑 破散魂飞 吓得那多官 进阶躲避 有几个大胆的武将 领着将军校尉 一拥上前 使各项兵器乱砍 这一番 不是唐僧该 有命不死 就是二十个僧人 也打为肉将 此时兴有丁甲 接地 公巢 护教诸神 暗在半空中护佑 所以那些人 兵器皆不能打伤 众臣 嚷召天婉 才把那虎 活活的捉了 用铁绳锁了 放在铁笼里 收于巢房之内 那国王却传旨 叫光禄寺 大台圆宴 谢驸马 就拔之根 不然 险被那和尚害了 当晚 众臣朝散 那妖魔进了 银安殿 又选十八个 公俄才女 吹弹歌舞 劝妖魔 饮酒作乐 那怪物 独坐上席 左右排列的 都是那 厌制交资 你看他受用 饮酒之二根十分 醉将上来 忍不住胡为 跳起身 大叫一声 献了本相 陡发凶心 伸开 拨起大手 把一个弹琵琶的女子 抓将过来 咔嚓的 把头咬了一口 吓得那十七个公俄 没命的前后 乱跑乱藏 你看那 公俄耸聚 才女芒精 公俄耸聚 一似雨打芙蓉 冗叶雨 才女芒精 就如风吹 韶药 舞春风 琢碎琵琶 故命 跌伤琴色 逃生 出门那分南北 离殿 不管西东 磕损玉面 壮破交融 人人逃命走 个个笨残生 那些人出去 又不敢吆喝 夜深了 又不敢惊架 都躲在那短墙岩下 战战兢兢不提 却说那怪物坐在上面 自真自拙 喝一盏 搬过人来 血淋淋的啃上两口 它在里面受用 外面人进船 哎呀 唐僧是个虎精啊 乱传乱嚷 嚷到金瓶管义 此时一里无人 只有白马在草上 吃草吃料 他本是西海小龙王 因犯天条 聚脚退林 辩白马 驮唐僧往西方取经 忽闻人讲 唐僧是个虎精 他心中暗想 我师父分明是个好人啊 必然被怪 把他变作虎精 害了师父 整得好 整得好 大师兄去得久了 八戒杀僧 又无音信 他只挨到二更十分 万赖无声 却才跳降起来道 我机若不救唐僧 这功果休矣 休矣 他忍不住 顿绝僵生 斗松安配 急纵身莽显化 依然化作龙 驾起乌云 直上九霄空里观看 有失为证 誓约 三藏膝来拜世尊 途中偏有恶妖愤 金霄画虎 灾难拖 白马垂江 救主人 小龙王在半空中 只见银安殿内灯烛辉煌 原来那八个满堂红上 点着八根蜡烛 低下云头 仔细看出 那妖魔独自个儿在上面 逼法着饮酒吃人肉 小龙笑道 这次不济 走了马脚 石破风讯 西边蹭跎了 吃人 可是个长进的 却不知我师父下落何如 倒遇了这个破怪 哼 且等我去戏他一戏 若得手 拿住妖精 再救师父不吃 好龙王他就摇身一变 也变作个公鹅 真个身体清零 仪容娇媚 忙一步走路里面 对妖魔道声万福 驸马呀 你莫伤我性命 我来替你打斩 那妖道 真酒来 小龙接过壶来 将酒 针在他盏中 酒比中 高处三五分来 更不慢出 这是小龙使的 逼谁法 那怪见了布什 心中喜道 嗯 你有这般手段 小龙道 还真的有几分高呢 哦 在军上 在军上 他举着壶 止情争 那酒 止情高 就如十三层宝塔一般 尖尖满满 更不慢出些虚 那怪物伸过嘴来 吃了一钟 扳着死人 吃了一口 道 嗯 会唱吗 小龙道 也略晓得些了 一枪韵 唱了一个小曲儿 又奉了一钟 那怪道 你 也会舞吗 小龙道 也略晓得些儿 但只是 素舞 舞得不好看 那怪 那怪 接起衣服 解下腰间索配宝刀 撤出窍来 逼于小龙 小龙 接了刀 就留心 在那酒席前 上三下四 左五六六 丢开了花刀法 那怪 看着眼诈 小龙丢了花子 往腰间 劈一刀来 好怪物 侧身躲过 慌了手脚 直起一根满堂红 架住宝刀 那满堂红 是熟铁打造的 连饼有八九十斤 两个出了银安殿 小龙陷了北巷 却架起云头 与那妖魔 在那半空中相杀 这一场 黑地里好杀呀 怎见得 那一个是 晚子山生成的怪物 这一个是 西洋海伐下的真龙 一个放豪光 如喷白电 一个生锐气 如蹦红云 一个好似 白牙老象走人间 一个就如 金枣狸猫飞下界 一个是晴天欲祝 一个是驾海金凉 银龙飞舞 黄鬼翻腾 左右宝刀 吴代曼 往来不歇 满堂红 他两个在云端里 战够八九回合 小龙的手软筋麻 老魔的身强力壮 小龙 抵抵不住 飞起刀去 砍了妖怪 妖怪 有接刀之法 一只手 接了宝刀 一只手 抛下满堂红便 小龙 小龙措手不及 被他把后腿上 招了一下 急慌慌 暗落云头 多亏了 玉水河 救了性命 小龙一头 钻下水去 那妖怪赶来 寻他不见 执了宝刀 拿了满堂红 回上银安殿 照旧 吃酒 睡觉 不提 却说那小龙 潜于水底 半个时辰 听不见声息 方才咬着牙 忍着腿疼 跳江起去 踏着乌云 静转管异 还变作 依旧马匹 浮于朝下 可怜浑身是水 腿有伤痕 那时节 一马心园都失散 金公勿母 尽凋零 黄婆伤损通分别 道义消疏 怎得成 且不言三藏逢灾 小龙败蛋 却说那猪八戒 从离了沙僧 一直藏在草棵里 拱了一个猪魂堂 这一觉 只睡到半夜时候才醒 醒来时 又不知是什么去处 摸摸眼 定了神思 侧耳才听 哟 正是那山身无犬肺 野矿少鸡鸣 他见那星移斗转 约莫有三更十分 心中想到 我要回救沙僧 显然是单思不限 孤掌难民 巴巴巴巴 我且进城去见了师父 奏准当今 再选些骁勇人马 住着老猪 明日来救沙僧吧 那呆子急纵云头 进回城里 半煞时到了管义 此时 人静悦鸣 两廊下寻不见师父 只见白马睡在那乡 浑身水湿 后腿又盘子大小 一点轻痕 八戒诗经道 双汇去了 这亡人 又不曾走路 怎么身上有汗 腿有轻痕 像是 歹人打劫师父 把马打坏了 那白马认得是八戒 忽然口吐人言 叫声 师兄 这呆子下了一跌 爬起来要往外走 被那马探探身 一口咬住造衣 哥呀 你莫怕我 八戒战战兢兢的道 兄弟 你 你怎么今日说句话来了 你但说话 必有大不祥之事 小龙道 你知师父有难吗 哦 我不知 你是不知 你与沙僧在皇帝面前弄了本事 思量拿倒妖魔 请功求赏 不想妖魔本领大 你们手段不计 尽他不过 好到招一个回来说个信息时 却更不闻音 那妖精变作一个俊俏文人 撞入朝中 与皇帝认了亲眷 把我师父变作一个斑然蒙虎 现被众臣捉住 锁在朝房铁笼里面 我听得这般苦恼 心如刀割 你两日又不在不知 恐一时伤了性命 只得化龙身去救 不期到朝里又寻不见师父 即到银安殿外 遇见妖精 我又变作个公额模样 哄那怪物 那怪叫我舞刀 他看 遂而留心砍他一刀 早被他闪过 双手举个满堂红 把我战败 我又飞刀砍去 他又把刀接了 左下满堂红 把我后腿上招了一下 故此 钻在玉水河 逃得性命 腿上惊 是他满堂红打的 八戒文言道 哦 针个有这样事 啊 陌生我哄你了 哎呀 这怎的好 怎的好 你 你可 针得动吗 我针得动便怎的 啊 你 你要是针得动啊 便 针下海去吧 把行李 等老猪 挑去高老庄上 回炉 做女婿去啊 小龙闻说 一口咬住他直舵子 哪里肯放啊 止不住眼中滴泪 师兄啊 你千万羞生懒惰 不懒惰便什么 沙兄弟已被他拿住 我是站不过他 不趁此散伙 还等什么 小龙沉吟半嗓 又滴泪道 师兄啊 莫说散伙的话 若要救着师父 你只去请个人来 嗯 叫我请谁吗 你趁早嫁云 回上花果山 请大师兄 送行者来 他还有降妖的大法律 管行救着师父 也与你我抱着这败阵之仇啊 哼 兄弟 另请一个便罢了 那猴子 与我有些不睦 我 前者在白狐岭上 打杀了那白骨夫人 他怪我 穿着师父 念 紧箍咒 我也只当耍子 不想那老和尚 当真的念起来 就把他赶住回去 他还不知怎么样 的恼我呢 他也绝不肯来 唐活言语上 略不相对 他那哭丧棒又重 假如不知高低 绕上底下 我整的活得成啊 小龙道 他绝不打你 他是个有人有意的头王 你见了他 且莫说师父有难 只说师父想你呢 把他哄下来 到此处 见这个情节 他必然不愤 断呼 要与那妖精比定 管天拿着那妖精 救的我师父 也罢 也罢 你到这等孝心 我若不去 显得我不计心了 嗯 我这一去啊 果然行者肯来 我就与他一路来了 他若不肯来 你却也不要忘我 我也不来了 小龙道 你去 你去 管听他来也 这个呆子收拾了钉耙 整树了植舵 跳江起去 踏着云 静往东来 这一回 也是唐僧有命 那呆子 正欲顺风 撑起两个耳朵 好遍着风蓬一般 早过了东洋大海 暗落云头 不觉得太阳星上 他却入山寻路 正行之际 胡文德有人言语 八戒仔细看时 原来是行者在山凹里 至极情妖 他坐在一块石头牙上 面前有一千二百多猴子 分续排班 口称万岁大圣爷爷 八戒道 且是好受用 且是好受用啊 怪到他不肯做和尚 只要来家呢 原来有这些好处 许大的家业 又有这多的小猴服饰 若是老猪有这样一座 山场 也不做什么和尚了 如今 寄到这里 却怎么好 必定要见他一件事 那呆子有些怕他 又不敢明明地见他 却往草芽边 溜啊溜的 溜着那一千二三百猴子当中挤着 也跟那些猴子磕头 不知孙大圣坐得高 眼又乖滑 看着他明白 便问 哎 那班部中乱拜的是个疑人 是哪里来的 拿上来 说不了 那些小猴一窝蜂 把个八戒推将上来 摁倒在地 寻找到 你是哪里来的愚人 八戒低着头 不敢 承问了 不是愚人 是熟人 是熟人 行者道 我这大圣部下的群猴 都是一般模样 你这嘴脸生的各样 相貌有些勒对 定是别出来的妖魔 即使别出来的 若要投我部下 先来递个角色手本 报了名字 我好留你在这 随便点着 若不留你 你敢在这里乱拜 八戒低着头 拱着嘴 不休 就拿出这副嘴脸来了 我和你兄弟 也坐了几年 又会认不得了 你说什么和疑人 行者笑道 哈哈哈哈 抬起头来 我看 呆子把嘴往上一声 你看嘛 你认不得我 好到认得嘴呀 行者忍不住笑道 哈哈哈哈 猪八戒 他听见一声叫 就一咕噜跳跤起来 正是正是 我是猪八戒 他又思量 认得就好说话了 呆 你不跟唐僧取经去 却来这里等的 想是你冲撞了师父 师父也贬你回来了 有甚贬书 拿来我看 我不曾冲撞他 他也没什么贬书 也不曾赶我 既无贬书又不曾赶你 你来我这里等的 师父想你 诱我来请你的 哼 他也不请我 他也不想我 他那日对天发誓 亲笔写了贬书 怎么又肯想我 他肯说你远来请我 我断然 也是不好去的 八戒就地扯个谎 忙道 我也是想你 我也是想你 哦 他怎么在想我呢 啊 师父在马上正行 教育生 徒弟 我不曾听见 啥子又推耳聋 师父就想起你来 说我们不计 说你还是个聪明伶俐之人 常识生教生硬 问一大时 因这般想你 专专叫我来请你着 万望你去走走 一则不孤他仰望之心 二来也不负我远来之欲啊 行者文言 跳下崖来 用手掺住八戒 贤弟 泪离远来 且和我耍耍去 哥呀 这个所在 入远 孔师父 盼望去死 我 我不耍耍了啊 哎 你也是到此一场 看看我的山景何如 那呆子不敢苦辞 只得随他走走 二人携手相掺 盖中小妖随后 上了花果山极颠之处 好山 自此那大圣回家 这几日收拾得复旧如心 但见那 心如削翠 高似摩云 周围有虎聚龙盘 四面多圆皮鹤丽 朝出云峰山顶 木棺日挂林间 流水潺潺 名誉佩 剑拳滴滴奏摇秦 山前有崖峰峭壁 山后有花木龙滑 上连玉女洗头盆 下街天河分派水 乾坤杰秀赛蓬来 清卓玉成真洞符 丹青妙笔画石难 仙子天机苗不就 玲珑怪石石玲珑 玲珑皆彩领头风 日影动千条紫燕 锐起遥万道红侠 动天伏地人间有 遍山新树与新花 八戒观之不尽满心欢喜 哥呀 好去处 果然是天下第一名山 贤弟 可过的日子吗 嘿嘿嘿 你看师兄说的话 宝山乃洞天伏地之处 怎么说度日之眼呢 二人谈笑多时下了山 只见路旁有几个小猴 捧着紫微微的葡萄 香喷喷的梨藻 黄森森的琵琶 红燕燕的杨梅 跪在路旁笑道 早上爷爷请进早餐 行者笑道 我租地时长大 却不是以果子做善的 也罢也罢 莫嫌菲薄 将就吃个当点心吧 我虽时长大 却也随相入相识 拿来拿来 我也吃几个长心 二人吃了果子 渐渐日高 那呆子恐怕误了旧唐僧 只管催促 哥哥 师父在那里盼望我和你呢 我望你和我早早去吧 贤弟 请你往水帘洞里去耍耍 八戒坚持 多干老兄圣意 奈何师父久等 不劳尽动吧 哦 那既如此不敢久留 请就此处奉别 哎 哥哥 你不去了 嗯 我往哪里去 哼 我这里 天不收地不管 自由自在 不耍着 做什么和尚啊 啊 我是不去 你自去吧 但 上处唐僧 既敢退了 再莫想我 呆子文言 不敢苦逼 只恐逼发他性子 一时打上两棍 无奈 只得惹惹告辞 找路而去 行者见他去了 即拆两个溜沙的小猴 跟着八戒 听他说些什么 真跟那呆子下了山 不上三四里路 回头指着行者口里骂道 这个猴子 不做和尚啊 倒做妖怪 这个胡心 哼 我好意来请他 他就不去 你不去 不去便吧 走几步 又骂几声 那两个小猴 急跑回来报道 大神爷爷 那猪八戒不大老实 他走走骂几声 行者大怒叫 拿进来 那众猴满地飞来赶上 打个八戒 扛翻倒了 抓踪扯尔 拉尾揪毛 捉将回去 毕竟不知怎么处置 性命生死若合 却听下回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